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心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挣扎的祷告所带来的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带来的是什么 叫我们得着神确定的旨意 我们基督徒 我们还是人 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做得完整 绝对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还是什么 但是我跟你们说 神应许现在我要你做的 如果你寻求我 你必寻见 对不对 你挣扎的 寻求我 我必定向你显明的 就算你寻求我了 做错也没关系 因为什么叫错 错的背后还有对 对的背后还有错 只有神是对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神要我们寻求祂的 寻求 你要得着我确定 你在走每一步的时候 你有个确定的心 无愧的良心 主啊 我的信心只能到这个地步 我寻求你到这边 你向我显明 我跟从 这个就是 感谢主啊 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这样跟从主的 我们读了神的话 我们心里面这样跟从 对了 确定的旨意 那我们讲到旨意这个字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因为我每次收到的问题就是 牧师你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神的旨意吗 你这样讲 我怎么懂 你指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分类出来 当我们讲神的旨意 我们分成两种好不好 第一种是普遍的旨意 第二是特定的旨意 普遍的旨意你们知道的 圣经你一翻开 对不对 你要爱神爱人 你要觉知 不要放纵情欲 对 这些一讲你们就懂了 这个是普遍性 Everyone 每一个信徒你都知道的 没有办法推诿的 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比较麻烦的是特定的旨意 对每一个人来讲 神有一个specific will 在你的人生 比如说我们做学生的 我们选什么科目 我们要读文科 我们读理科 这个是神自己跟你讲的 你要选什么事业 将来你要选怎样的配偶 这个特定的 你要去什么地方 你要做什么事 比如说今天崇拜完 两点你要去哪里 神的圣经没有在这方面详细跟你启示 说等一下两点要去什么地方 你只能懂我心理论的动机 还有流线程序 看今天应该两点要去哪里 你只有这样懂 对不对 但是在特定的旨意是无限的 每一个人 所以对保罗来讲 现在这个特定的旨意 要去耶路撒冷 要进去圣殿 献祭 对不对 所以每一步里面是一个特定的引导 特定的引导 那我问各位 普遍的旨意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 普遍的旨意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该做不该做 但是特定的旨意 每一个人 每时每刻要做什么 跟从主一步一步走的 那个事情 只有主亲自向你写明的 不是这么容易的 我喜欢踢足球还是打篮球 比如讲 哪一个神为我听的 比如这样说 简单来讲 所以每一个人 特定方面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 在一个特定的旨意里面 虽然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 但是你要 你的生命要在神面前 你要负责自己的生命 就比如说 我负责我自己的生命 我是教会的领袖 我也要负责 做领袖的 担起做领袖的责任 所以比如说 我们挣扎了 我们检讨了 我们祷告了 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对不对 我们有一些事情 要办 要处理 要决定 最后 主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是谁决定 这是我要决定的 然后我要负责的 所有弟兄姐妹可以说 我们这边也想一想 那边也要顾虑 我们这边也要检讨 你讲完之后 谁做决定 下面怎么做 怎么走 这个事情怎么办 这是谁还是要做的 就是我们做领袖的人 要负责的东西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挣扎 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一块 挣扎我们谁都会 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懂 我仰望你 我要仰望你 下面要做什么 下面 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带领是什么 一定要有人要出来 决定要负责 我们要开一次聚会 停一次聚会 我们要请一个工人 不请一个工人 谁要决定 牧师要决定 你们了解吗 这个我现在在跟你们讲的 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一个 我可以说是难处吗 或者我跟各位说 一个必要之处 你在跟从主的时候 你不可以 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我在带领我的家庭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 无论怎样 太太的情况考虑 孩子的情况考虑 最后我自己要决定 所以在跟从主的事上 到一个地步 你要有果敢 然后你为自己的选择 要负责 所以使徒保罗跟 你们为什么让我薪水 我是为主的缘故 受死也愿意 所以他们看了 他们就不再劝他了 他负责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里面 也是要走到的地步来的 所以为什么你们叫我牧师 就是这个地方 那做牧师的每样事情都做对吗 每样事情都考虑吗 不一定 但是为什么你们听从我 因为你们知道 我是要顺服主 也没有一个人 比我顺服了再顺服 检讨了再检讨 但是最后 决定了再要决定 负责了再要负责 所以给意见是容易 真的要决定出那个建议是什么 这只有领袖们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使徒在跟从主 危机的事 关键的事情上也是这样 这个我顺便跟你们讲 所以你们会理解 我们在跟从主的三样东西 生灵的爱 教我们竭力的祷告 挣扎的祷告 寻求神的旨意 寻求祂说不出的叹息 对不对 用说不出的叹息 我们本不懂怎么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太焦虑了 软弱 害怕 但是我们在主面前 聆听 我们挣扎 主啊我要跟从你 抓住你的应许 祷告的时候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一定会向你显明 祂向你显明了 最后呢 你一定要顺服 你一定 无论怎样 要做一个决定 对不对 如果必要的话 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 就很好 用保罗的整个的例子来看 是 Peki 好 presence 对不对 Sep